嗨 大家好 我是拿言 欢迎来到科技美学 苹果的AirPods Pro耳机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款产品 过去这些年也是一直佩戴它 今天咱们到现场看一看这款产品经过三年之后的升级 它到底表现如何 咱们赚钱开始 实话是说 每年都有很多老板来问我们AirPods Pro什么时候更新下一代 我自己也非常期待这个系列的更新 从今年官方参数上看 每一个更新点都很让人期待 在现场拿到真机之后还是让人相当兴奋的 首先 外观上面包装盒拿在手里面没有任何的差别 这盒子的重量 大小 手感都很熟悉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耳机 耳机的本体 熟悉的外观 这和之前也是没什么差别 至少乍一看是这样的 重量方面我们戴在耳朵上 还是很轻盈的感觉 比较的舒适 熟悉 我们节目的同学应该记得 我的耳朵形状 戴入耳式的耳塞不是很舒服 耳对耳比较大 不少的耳机都戴不住 而且我的耳朵又比较敏感 入耳式的耳塞戴久了之后 就会觉得有点痒痒的 这一次苹果推出了更小号的耳机套 戴上之后 耳朵的异物感就没那么明显了 戴起来确实要舒服不少 其实如果你正在使用一代的AirPods Pro 也可以去尝试一下买一个小号的耳机套 能减少不少的异物感 看完外观 来看看功能 这次耳机上面最大的变化 就是耳柄这里 以前要操作耳机要长按重压 现在不需要了 通过滑动耳机侧面的触摸面 就可以轻松的控制音量 确实要方便很多了 我觉得也是这次苹果升级第一个重点了 以后在户外听歌的时候 能大幅度的减少去操作手机的频率了 你觉得在耳机上这样一个小小的触摸区域 未来还能实现什么有趣的功能 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 打开一下我们的脑洞 看完了耳机的外观 再来看一下本体内部的升级 这次AirPods Pro第二代在内部升级方面 首先就是H2芯片 在大幅度提升计算音频的情况下 声音的部分 我自己感觉了 一耳朵听下来并没有太明显的差别 还是一贯苹果的风格 没有明显的声音渲染 当然了 高音的部分感觉确实要亮一点 低音的亮感不是那种特别轰头的 就是像摇管耳机那种感觉 但是确实增加了一些低音的亮感 有一点点趋向于流行音乐耳机的感觉 而第二点对我来说更为重要 那就是更强的降噪表现 从官方参数上看 降噪能力相比较上一代提升两倍 在现场拍摄的环境里是有一些噪音的 但是不是特别的大的噪音 感觉上降噪的效果确实提升很明显 能不能到两倍 我们现在没有一期 也很难给出你明确的数据 但是降噪提升 确实是一耳朵就可以听得出来 我也非常期待 后续坐飞机火车的时候 去认真感受一下它降噪的提升能力 那这就是第二个重要升级点 还有一点 其实我们以前很少注意 就是降噪延迟 很多降噪耳机 在听到突发的 尖利的噪音的时候 会有一个反应时间 而这次苹果全新的H2芯片 可以每秒降低噪音48000次 这是一个超强的运算能力 能够对于那些突发的噪音进行瞬间降噪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有些担心 因为不少的超强降噪耳机 待机时间长 会使耳朵有不小的压力 甚至会有点头晕的感觉 那这次我们在现场戴的时间不算长 但是感觉在移动的时候 走路的时候 耳机会对于通透模式进行微调 你能明显感觉到耳压 相比较于第一代产品要小一些 如果你以前戴降噪耳机感觉不舒服的话 这次一定要试一试 好了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耳机的部分 距离上一代发布已经过去三年 这次体验的全新耳机 能够明显感觉到它多方面的升级 虽然在外观上看起来很像 但是从声音到降噪到通透模式 再到操控 这四个方面都是可以一下子感受出来 它的区别和提升的 那如果满分100分 对于这次苹果耳机的升级 你可以打多少分呢 看完了耳机本体 再来看一看同样升级重点的耳机盒 外观和第一代是一样的 但是细节改变很多 首先呢就是耳机本身增加了电池续航能力 合计可以达到30个小时的续航时间 相比较前代提升了33% 其实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公用协议的充电器 你就不用再非购买苹果自己的充电器了 其他的公有协议无线充电器也可以 这就很方便了 那如果你是安卓手机的用户 也可以使用 这就大大拓展了它的用户群体 第二个升级重点就是充电器底部的扬声器 我们现场也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如果你的耳机丢了 或者是耳机盒找不到了 在手机上就可以点击播放声音 耳机此时就可以来辅助你寻找现场的耳机 咱们一起听一听这个效果 它的声音我觉得还是比我想象的要大一些的 当然我们现场录音离得挺近的 实际上它不可能像手机播放那么大的声音 这里呢还是希望未来苹果能不能来点黑科技 直接在耳机盒上面来播放音乐 这样呢我们就每次听歌的时候 不用每次还得把耳机拿出来 直接拿着耳机盒就可以听了 那是不是相当于苹果推出了全新的音乐播放器 没准在下一代盒子上面加个屏幕什么的 第四个重点升级就是耳机和侧面的挂绳孔了 以前想要挂绳还得专门买一个耳机保护套 那现在呢直接挂在盒子外面就行了 确实很方便 那一起推出的还有售价98元的耳机绳 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大家测频道 观看我们的详细测试 好了看到这里 苹果时隔三年重磅升级的 AirPods Pro第二代 我们就体验完成 满分100分 给它打一个分数吧 还有关于iPhone14全系列的体验 包括灵动岛的体验 欢迎观看我们另外一个视频 这里是科技美学 我是拿言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见 好了 那不知道看完现场体验之后 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自己觉得还是非常期待的 我自己也是购买了不止一个 送给同事朋友 还有给咱们抽奖 期待大家都能够获奖吧 别忘了在我们的动态里面 有一个iPhone14正在抽奖 马上要开奖了 赶紧去参加一下 另外呢还是想期待一下吧 因为现在在小的耳机领域呢 顶尖的一共就是这三家 分别就是苹果 boss 还有索尼 期待他们能够卷起来 带给我们出色的产品吧 今年这个耳机 我自己感觉升级还真的是挺大的 而且升级这几个点都是痛点 你这个小耳塞套 我自己非常需要 要不然我戴着的总是掉 然后电视续航还次要的 我其实觉得原来也算够用 然后主要是它那个降噪升级 挺明显的 一耳朵听着就挺明显 反正好消息是 这个AirPods Pro它不太缺货 线下也可以订 线上也比较准 所以苹果的发布会嘛 还是可以给你一些惊喜的 也许不是手机 也许是别的产品 这么多吃钟 而且现在的风格是更高兴的 因为经历热了 这也是三个智子的 рассказ上是以典子让 iki竿大声 为典子说明显了 ��子说明显 因为他在哪有的